请到第10页 前面我就不复习了 官僚学派主要特征 其实考你官僚制的主要特质 凡事义法成绩之外一分工 把他写写 那接下来请到第11页 叫后官僚学派的特征 其实考你后官僚组织的特质 我说申政题没有标准答案 我再写这7点字 张正书行政学有归纳整理的 你自己写一下 你要写那个Hackshare 海克器的12点完全没内容 没有意见 这个海克器的12点背不熟 你可以写个7点8点我也可以接受 所以自己写下这2的部分 你也可以写那个Hackshare 叫海克器 的界定 它的原始界定有12点 那如果说你不写到12点 把重要的东西写 写个7点8点应该还可以 申政题没有标准答案 你写对就好 那我再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讲到后官僚组织跟官僚织 长得不一样 你要能够去驾驭 适应外在环境变迁 对不对 你要重视非正式的互动关系 那张正书这里整理还不错 跟你讲后官僚组织会具有底下这几项特征 也就后官僚学派的特征 第一个 叫领导基础上面 那后官僚组织非常讲求 人跟人之间产生对话跟沟通 来形成共识性的决策 所以请话起来 你的领导力是来自于 讲到非正式的影响力 而不是基于正式权利 再一个后官僚组织 他更重视 人因为发挥影响力 而取得领导力 来第二点相较于官僚组织 他的一个目标来自于法规的界定 对不对 然后法呢 接触说你这个组织 他主要目标为何 那后官僚组织跟你讲说 我比较重视人员 透过这种沟通 分享的过程 所建构出来 请话起来就愿景 这种人人想要未来状态 所以这目标并不是法规所丢给你 而是你人呢 透过互动所产生的叫愿景 来第三个叫弹性原则 你也知道官僚组织 凡事义法僵化 没有弹性 不能适应环境的变迁吗 那后官僚组织呢 他呢 比较以弹性的原则 使组织可以依应环境的变迁 弹性原则自己写下 就表示要重视后续的授权 今天我讲给你的大方向 对不对 那授予你的相关资格跟能力 你自己去看着办 可以提升成 弹性 适应环境的情况 第四点呢 叫做组织分工的部分 相较于官僚组织 只重视专业分工 重视专业分工没什么不对 但是单纯的重视专业分工 很多容易留于本位主义 所以请画起来后官僚组织 同时重视专业分工跟专业整合 那分工没有问题 是我们讲的 这样叫部门 功能部门 那整合的透过什么东西来达成呢 请画起来 叫透过团队 这个对写错 以工作团队 这个对写错 以团队来弥补呢 这种的功能部门不足 那整合基础的在于呢 大家必有具有相互信赖感 而且你懂了我不会我会你不懂嘛 叫做专业互补的需求 好 来第五点 在绩效评估上面来讲的话 官僚组织就由呢 直属主管做单一面向的考评 那后官僚组织呢 他会比较的重视人员呢 在实践愿景当中 你到底产生什么样贡献 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贡献呢 他以多元面向来评估呢 讲员工的讲叫表现良语 好 那第五点自己写一下 你会使用呢 讲叫多元评估模式 你会使用呢 MSA 这种多元评估模式 来第六点 在员工发展上面 在官僚组织当中 你是永业保障吗 依据年资晋升 但后官僚组织跟你讲说 讨厌永业保障 我也不觉得说你时间到了 年资到就应该升迁 来写个A点 鼓励的人在组织内外部的流动 没有什么永业保障 这种东西 随时要走人干嘛 那你家事情 但是等到我们公司有需求 你也符合我们需求 回来的话 举开双臂欢迎你 那重视员工的一个讲 叫生涯发展 以及写个B点 他是以攻击制来达到 奖优态劣的一个效果 当你个人表现好的话 可以获得晋升奖励 表现不好的话 最差是回家吃自己 不要怪别人 这个组织变革的部分 那相较于官僚组织 是一种非常拙于变革的组织 那后官僚组织会致力建立 人员之间的一个 人员所产生的系统思维 那意境差一点 环境改变也可以跟着环境变 叫适应环境变迁 那意境高一点 你又可以限于环境的做改变 超前部署 要驾驭环境变迁趋势 所以这七点是张正书 在他三名版的一个行政学当中 所做的一个归纳整理 叫后官僚组织在这七个面向上面 展现这些特点 那我说你不写这也没关系 你要写hackshare的 你觉得比较顺 你背着比较熟话 你要写那你家的事情都是对的 那至于呢 这所谓的最后一个子题 有人想太多了 说那后官僚组织会对官僚组织 提出什么样批评呢 你只要针对官僚组织的每一个特点 来提出它负面的怎样 这方面的一个论述 基本上就完成批评了 凡是一把僵化没有弹性 不能适应环境变迁 那陈吉杰是被人骂缺乏民主 那非人情取向被人家讲 你不重视人的互动 组织内部缺乏 凝聚力跟信赖感 过度的专业分工形成本位主义 永业保障同工同筹 依据年职晋升 都无法让人员产生 受激烈的感觉 进而提升绩效 那一般来讲 我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 就等同后官僚组织 对官僚组织的批评 所以这一题不用想太多 你只要把官僚组织的负面面向 做个阐述这样就可以 那这种题目来讲的话 这国考当中算简单的 那我说只要是组织管理的题目 都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只要知道那个组织 它具有什么特质 某一种管理具有哪些特色干嘛 你都可以得到合理的分数 那我们来看第12页的第10题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讲解的一个题目 因为我很喜欢用这个题目来跟你讲 深论题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你爱怎么写都可以 你基于不同的逻辑 然后呢长不同的想法 但你只要确实有回答到人家呢 问你的问题点的话 都是好的作答 来这是105年呢 讲锦特三等的题目 锦三的题目 那锦三的一个命题很有趣 只要当年那个我们学长 就李仲勋老师有参与命题的话 不管考行政学或公共政策 那一年锦三的题目通常出得不错 而且平心而论是中间偏难的 就你找那个高辅考成绩不错的一个学生 写锦特题目 他可能都会觉得写的有点吃力 因为他作答会比较灵活一点 那只要当年李仲勋老师没有参与命题的话 锦三题目除了都很low low到那个就不知道该怎么讲 所以他这个试题的难易跟水平的高低 取决李仲勋老师有什么命题 这锦特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题目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 他说呢 讲尖任何机关组织的关 他的内部呢 讲一些特质的关键要素 包含呢 讲写个P 小A叫分工原则 写个小B叫呢 乘级结质原则 写个小C叫控制幅度的原则 以写个小D叫呢 讲业务跟幕僚的原则 请你从这些要素来说明 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组织 所以想请问一下 这个题目只有几个问题点 只有一个嘛 对不对 叫如何打造一个好的政府组织 对不对 而且请你从这四个面向来讲 如何打造一个好的政府组织 那这样的题目看起来 其实深具开放性的 当然你是要对上面四个来做界定 那你这个题目 你可以有哪些的一个 不同的作答方式 我提供你三个呢 讲叫作答版本 如果可以想到第四个 第五个第六个 欢迎你跟我讲 好不好 深圳题白就没有标准答案 我先写一下这三个版本 他作答逻辑并不相同 好版本一 版本一也是这一题多数人呢 讲最常使用的作答方式 一开始讲你会先减数 这四项原则的内涵 因为呢 你等一下还要去做延伸说明嘛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你只要减数就好 那第二个呢 你要就跟你讲讲如何呢 怎样打造一个好的 怎样叫政府组织 叫如何 用他的一个名字 如何建立好的政府组织 那如何建立好的政府组织呢 你怎么回答呢 你就针对这四项原则来进行进步的 这样 陈述 好 那写完要不要忘了跟老师讲我写完了 所以写个结论 所以第一个版本是我先讲概略性的讲这四个原则他到底在谈什么 然后我要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组织呢 我就要针对这四项原则做完整详尽的陈述意思就是说呢 当然讲这四个面向我周周延把这东西做完以后好的政府组织应该就跑出来 好 那这是多数人会采取的叫作答策略 那即便是多数人采取的 我跟你讲答的好的并没有很多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要吗就是讲这里讲前面的写太详尽了 导致后面就从写一遍跟前面变得很雷同好吗 那不然就是讲两个写太简略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看起来执行起来看起来思考起来非常正常了 但执行起来要写的好反而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这第一种作答方式 来版本二 来版本二我第一个呢讲要先减数呢四项原则的内容 减数完之后呢讲第二个我就不讲呢讲他们的讲细部的讲细节了 我想要干嘛呢 我去阐述呢讲这四项原则的可能产生的一个讲重的讲功效 好 接着我就可以讲这四项原则的讲如果你做得好的话他可以产生什么样功效 我讲他的好处 讲完功效以后我就写呢讲三 叫呢讲一个好的政府组织建立好的政府组织 可以呢 哪一种呢讲组织形态作为基础 好 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这种组织形态具有什么样特质 那样我要写个结论 来版本三 版本三一样一开始都一样我减数了四项原则的内容 减数完之后呢讲我第二点我就不是阐述这四项原则的功效我讲坏话 我去陈述这四项原则可能衍生那个这样种所谓缺失 我去讲他的缺失 我改讲坏话 讲完坏话以后我就讲三 所以 建立了好的政府组织 可以呢哪一种的形态作为他的基础 而这种形态组织他具有哪些特质一样就要写结论 好这不要跟我讲什么深论题就什么莫属什么深论题讲就什么标准单吧标准单背起来就好了啊 世界上没有标准答案了啊你只要符合人家的体质来回答的话都对啊 再次强调啊 这三种版本的长没有哪一种属优属列 你只要写对都是好的 第一个版本的长他最容易啊先简单讲一下他的内容 再去对这四项的一个长内容的长做的长比较完整的一些原则性的长这种比较具体的阐述 阐述啊你就跟人讲说这些做好的话一个好政府组织就可以产生了嘛对 但我说呢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来讲多数人拿捏都拿捏不太好要么就整个写太简单 不然就一样的东西也很繁复写两遍 所以让跃缺者产生不好的印象 来第二个跟第三个版本长就以迂回的方式来回答 我先讲这四项内容 再讲这四项具有什么样的好处跟功效 如果四项原则具有功效的话呢就表示一个好的组织政府组织应该某一种组织形态为基础 那这种组织形态就具有一些特质我把它写一写 来那第三个版本我去讲简单的陈述一下四项原则的内容 接着我讲坏话这四项原则各自会产生什么样缺失缺点 对不对 所以建立一个好政府组织应该以另外一种的不太一样组织形态为基础 而这种组织形态具有哪些的怎样叫特质写一写 知道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